香港演藝圈又失去兩位演員 相隔近一天 令人痛心 10日凌晨 導演高志森發布透露 前TVB藝人何嘉惠 在8天上映9時46份安場離世 想過月增邀請他參加相關活動 特別提到是肝臟基金會 猜測何嘉惠的死因與肝臟疾病有關 據悉 何嘉惠是TVB第二期培訓班學員 出演黃飛鴻、狂潮、鹿小鳳、戴亨等影片 後來轉頭鴨視 出演空靈、姊妹情等電視劇 何嘉惠90年代推出演藝圈 並移民加拿大 沒想到會突然傳出死訊 另據無線10月10日報導 著名演員孟海於10月9日病逝 享年65歲孟海鎮女受訪證實死訊 透露孟海去年離彎式渡癌 半年來積極抗癌飽受致磨 可惜是與怨為 9日晚上安場去世 妻女一直在身邊陪伴 侄女還感謝圈內有人及長輩 一直以來對孟海的幫助和關心 桑禮細節稍後會公佈 單單只是提起孟海這個名字 許多觀眾或許會覺得陌生 不過只要看到她曾經演過的角色 觀眾們就一定有印象 孟海只有學習經劇 7歲那年孟海就被刀麻蛋粉菊花收為徒弟 進入戲班後 孟海與一眾師兄弟一起練功 她的這些師兄弟們 個個都來頭很大 並且在之後的娛樂圈 幾乎全都是數一數二的人物 與孟海一起練功的 不僅有陳寶珠和蕭芳芳 這樣當紅的女明星 還有林鄭英和尊龍 當年香港影壇的動作明星 大多都出生於戲班子裡面 她們不僅身段好 還從小練功 練就了一身的好舞藝 戲班子落幕之後 這些徒弟們便靠著一身的本領 轉型成為演員 走進了影視圈 孟海也是如此 她在戲班不僅戲曲功夫了得 還學了一身沒有打本領 當時從小照顧她的師兄 已經跟在李小龍身邊 演了不少電影 14歲的孟海也跟著開始參演電影 小小年紀就出道 和李小龍一起拍電影 她先是在李小龍的龍爭虎鬥女 客串了一把 之後又在電影期輪長出現 正式進入影視圈 當時李小龍陷入爭議 外界傳她拍戲用了很多太新 孟海一本正經地為她澄清 表示李小龍只有一個太新 那就是圓華 而李小龍之所以會用圓華這個太新 是因為李小龍不會翻跟頭 所以 只要有翻跟頭的氣氛 都需要太新圓華來表演 孟海八歲時就在戲班子女 跟著師兄林靜英 進入演藝圈後 林靜英也是從沒忘記過這個小師弟 在香港影視圈蓬佩發展的時期 孟海跟著師兄林靜英拍了不少電影 觀眾們雖然不熟悉她的名字 但只要看過林靜英的電影 然後再看到孟海那張臉 就都會有些許印象 當年香港的動作電影風靡一時 卻群龍無首 十分散亂 洪金寶便將母行帝子集合到一起 成立了洪嘉班 成龍 曾志偉 林靜英 袁恢 袁華 伍馬 錢家樂等人都在洪嘉班的名單裏 林靜英是當時洪嘉班的主力軍 孟海自然是跟著師兄林靜英一起加入 孟海拍攝了不少經典影片 與許多大家一起合作 1985年 孟海榮獲金像獎的最佳男配角 為自己的演藝之路 增添了不少榮光 李小龍離開多年後 孟海與他的兒子合作 參演了電影 從這時候起 孟海就已經轉型 不僅當幕前演員 還擔任幕後的動作指導 他憑著這部戲 拿到了金像獎的最佳動作指導 直到90年代末 香港影視圈不復從前那樣繁華 孟海便進入內地影視行業 開始了自己的幕後武術指導之路 孟海不僅當演員和武術指導 他還嘗試起了做導演 錢家樂10日上午受訪證實死訊 表示9日晚上與孟海太太聯繫 一旦收到喪禮消息就會公佈 一直關注和探望孟海 他們阻在的演藝工會會協助處理後事 同時照顧孟海女兒以後的生活 據了解孟海雖然入行50年 還真當紅過一段時間 但當時的片酬並不多 生前並非大富大貴 年近50才與太太生下一個女兒 女兒現年17歲 孟海生前供養女兒上學 患癌後經濟壓力巨大 好友得之後馬上捐錢為他酬約費 盡顯情疑 從錢家樂的採訪內容不難發現 孟海的經濟狀況不好 錢家樂等人出錢出力 還承諾會照顧孟海的女兒 熱心腸令人佩服 孟海去世後 他的美國前女友羅芙洛發文悼念 羅芙洛是美國演員 少年時期爭到成都學習武術 爭奪下空首都冠軍 80年代多次在香港電影出現 與孟海合作王家師姐一見鍾情 不過二人語言不通 一個只會粵語 一個只會英語 當時讓楊子晴當翻譯才俗成這段因緣 兩人交往五年最終過濱東勢 孟海表示羅芙洛想回美國發展 他實決心留在香港 最終在無法調解的情況下 兩人分到揚標 後來羅芙洛曾邀請孟海去好萊塢拍戲 但孟海遠然拒絕 坦然從來沒有後悔 時間30多年 羅芙洛悲痛悼念舊愛 可見孟海的人品極好 分手後仍是好朋友 孟海2014年出現一個人的舞臨後 正式退出演藝圈 去年受訪拒絕復出 但可以從事幕後工作 可惜不久後 確診癌症第四期 積極治療可惜沒有效果 走的時候很安長 近大半年抗癌非常辛苦 好在妻女一直陪在身邊照顧 願她一路走好 由天氣先生之稱的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 光偉近日甚少現身早晨天氣節目 上北到也經轉視訊 年僅41歲 八日光偉相識了超過20年的同學 在社交平台留言表示出席原光偉的安息禮並說 希望你在天過安息 再見了 我們的天氣先生 這位與光偉相識了超過20年 從中學到大學已經是同學 直到出來工作也保持聯絡 她貼了多張與光偉在讀書時期的合照 懷免過去相處的點地 這段長久的友誼讓人們陪感溫暖 光偉在學業上表現出色 她考入了中大物理系 並且取得了NPHIL物理智學碩士學位 從中學時起 她就展示出了卓越的學術才能 畢業後 她加入了香港天文台 成為了一名高級科學主任 她通過電視節目向觀眾們報導天氣 並且在香港被譽為天氣先生和雷達專家 她的職業生涯一直備受人們的讚賞和尊敬 光偉的好友環說 天文台今天做了很好的預測 掛3號風球 抹掛8號 令大家都能順利來送別你最後一程 在安靜的安息禮想 聽到你女兒的大喊 作為一位剛生孩子的母親 眼淚真的完全停不下來 雖然我們不能代替你去照顧你的家人 但我們也會略盡免力 希望你在天過安息 再見了我們的天氣先生 消息傳出 有網民感到惡言並說 雖然不認識這位天氣先生 但希望她一路走好 前段時間 一位藝人也經歷了生死 幸運的是她活下來了 有一句老話是這樣說的 你永遠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什麼時候來臨 十一黃金週期間 最熱門的東南亞旅遊聖地泰國 竟然發生了下人聽聞的槍擊事件 3日下午4點多的時候 泰國曼谷暫羅伯賴公購物中心 發生了嚴重的槍擊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 六人受傷 其中五名傷者情況危態 由於槍擊事件發生在外國 旅泰遊客最愛去的商場之一 所以目前報導的死者身份 是一位34歲的中國女子 而更令人驚惡的是 事件發生的時候 無線知名旅遊節目 中遊泰國的主持人胡偉聰 也剛好就在事發商場 親力了槍擊現場 從胡偉聰拍回來的視頻可見 下午4點半的時候 他本來正在商場喝咖啡 想不到這平靜的光景 卻被遠處傳來的槍聲打破了 剛聽到槍聲的時候 他本來還沒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 直到發現商場內 所有商戶都迅速關門 商場的保安神色方將地衝過來 要求現場所有人跟著其進入安全屋躲避 才知道出事了 用胡偉聰的話來說 就是保安一直在大叫Quick Quick follow me等次據 我就跟著他的指示離開 後來看到商場門外 最了不少被疏散的市民積地移坐 所有人都面面相處 表示不知道現場發生什麼事 因為這是泰國首都曼谷最熱鬧的商場之一 誰也預料不到槍擊會在這裏發生 儘管一節都預料不到 但是胡偉聰倒也不算泰京方失措 大驚小怪 佳恩出生於香港的他 之所以能夠成為泰國的旅遊達人 全靠以往二十多年 在泰國新經百戰拼回來的 他經歷過各種大大小小的事件 所以面對泰國驟然驚變的槍擊案件 相比起普通遊客 石落下一番心理陰影 意外泰國的胡偉聰 必然有更多的尚言約失 早前東南亞賣豬仔割腰子的新聞 一度轉得沸沸揚揚揚 導致胡偉聰的衝由泰國最新一輯被腰斬 如今再發槍擊意外 胡偉聰的事業與聲望 必然再受打擊 不過如今能夠平安 也算一件幸事了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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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